294 山頭日報 兩市企穩四連羊護市成功收復4000點 2015年7月22日財經0721日 兩市雙雙低開之後震蕩攀升 臨近上午收盤 勸雙板快直線上衝引領兩大指數翻紅 護紙收復4000點 午後提財起舞帶動三大指數衝高 護紙在400點上方震蕩 並一度上足4041.82點的本輪反彈身高 自7月9日以來 創業板指一度漲於2% 護心兩市超過300個個股漲停 此外 兩市成交量交上個交易日有所萎縮 截至收盤 上證中指漲0.64% 報4017.68點 成交額6464.17億元 深城指漲0.86% 報13315.56點 成交額5605.92億元 創業板指漲1.21% 報2882.9點 成交1485億元 盤面上看 兩市板快幾乎全線飄紅 截至收盤 養殖業以超過9%的帳幅領帳兩市 其中狼牛山 華英農業 千竹珍珠16個股漲停 公路鐵路運輸在高速公路你將長期收費的利好消息 影響下午後迅速穿升 楚天高速 福建高速 山東高速等多隻個股風漲停 此外 農業服務 旅遊 機場航運等板塊帳幅居前 銀行 國防軍工 園區開發 石油礦業開採等四板塊下跌 各股方面 兩市共有零降股份 岳陽林子 世紀星元 北京利爾等於300隻個股漲停 南風化工 海蜜科技 中利科技等15隻個股跌停 消息層面 有媒體報導稱 國家正在加快制定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 以進入正式出台倒計時 方案包括了混合所有制改革 員工持股 國之委的職責 央企的劃分等內容 以市場化為主導的國企改革下半年將進入全面加速期 Reggie 新華網